请大家继续支持赞助MAN哥频道 让MAN哥继续伸入苦悦 为大家揭示最真的真相 多谢 Hello 大家好 又是MAN哥 MAN哥今天来到 后面又是维港 又是有关仔会展 现在看到香港越来越好 少了很多人出来搞事搞破坏 疫情 是疫情而越来越严重 更多一点 听闻 很多人都想特首做全民检测 但是特首又恐慌 好像他去年推逃犯条例 令到那些黄人 又大部分走出来搞乱这个社会 所以特首就不赞成 不赞成做全民检测 结果现在疫情就是 一波二波三波四波 五六七八波 大家都是在香港那里 攬炒 自己为威为在这里围炉 那 没办法 我们现在很多搞到现在的食肆 很多的事业 酒吧那些都要又停摆了 现在真的影响很多人的生计 大家上班的 有得上班 尤其是做生意的一班都很糟糕 那我们密切留意下 可能又是积聚了一个民怨 就是不要 不仅是那班抗争派 我们普通的一班小市民 都会走出来表达声音 如果去到一个点 就是现在慢慢 现在累积了很多怨气在那里 連到普通支持政府的市民 支持中央的市民 都觉得看不上眼的 那我相信政府都 我不知道怎么说 总之就是现在香港呢 就积聚了很多民怨和民气在那里 那看看什么时候出来又爆了 另一波出来 我们当然不想见到 大家都还要生活 对不对 那好了 那说回王之锋 王之锋 王之锋 之前遇见到他肚子里面 有一些異物的 那样子 昨天呢 他张超雄就去了探他 那他已经 离开了医院 回到荔枝角那里 就 继续去激留压界当中 当然啦 他又没有提过那些义物是什么 可能吃得太多 吃得太好 那 积聚了很多 你知道他的肚子 都和香港 搞得香港 一样有很多垃圾在那里 可能这些垃圾 太过骯髒 太过大够 那就分辨不出了 那但是 估论怎样都好 大家看到 他未来2号 就会上庭 上法庭就 宣判 宣判他的 就是要判多久 我相信都是半年以来 那看一下 看看他 到时又要坐牢 看看又要付什么代价 但是他的人 就死都永不断气 他说香港人只要一息上传 只要时机一到 那些运动 就会再来的了 什么运动呢 他的运动 就是要抗争 搞乱香港 因为他的人 在这几年 都是因为这些东西 而上到位 上到时代的雜誌封面 攬炒香港 拿他的价值 这些正式是卖港财 就是小汉奸 漢奸走狗卖国财 所以他无时无刻 都想有抗争 再想有那些反港的活动出现 那他又可以上位 所以这些人 判他几个月是没有阻吓性的 判他几十年 三四十年就对他 所以昨天Man哥都去了山顶 他被人骂的位置 拍了一段片 看到他为什么会追着被人骂 现在真的很多人都见到他 都好像觉得他是过街老鼠 一定要骂他 骂臭他 不要给他 以这个搞乱香港为荣 所以Man哥都会期待他判刑那一日 大家密切留意 这个用一个字 易化 即不是说他 就是 污名化那种的化 是他变了有些东西 比如通识系本来就是 有一个吸收知识的基础 有一个可以明辨神思的能力 但是我们看到很多时候 就变成了成为 是一个辩论讨论时事的地方 大家都知道 时事是天天都变成的 所以现在课堂里面 只是集中讨论今天报纸 有单什么时事 尤其是香港多元社会 很多时候都是看到很不同的意见 那就很受某一种指导的意见影响 其实见到过往通识科 有一些课程的目标或者宗旨 都可能是希望培养到学生 独立思考 批判性思考 改革之后还会重视这一方面 你觉得现在的青年人 还需不需要批判性思考 我又不太记得 我们对于通识科有个宗旨 是批判性思考 所以我刚才用的字眼是 明辨神思 明辨神思的基础 第一就是客观的知识 第二当然它有个历史背景 所以一定要看回 例如香港特别行政区 他的基础和背景是什么呢 就是 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包括分离一部分 他在97年回归 之后 他用《基本法》 有《一国两制》 《基本法》的追本 数源在哪里呢 就是在国家的宪法 那这些我觉得 都是要建立到 它可以明辨是非 就是 扩展它的知识領域的基础 所以我们都希望看到这些课程 是客观中衡 有根有据 譬如最近我们处理了个案 就是 你都知道了 怎样去表述 鸦片战争 这些是不是客观历史的基础 可以给学生学习 我们当然不是 所以每一件事 怎样表述 每一些资料 怎样铺牌给学生 可以做到 明辨诚思 就是 日日審书的时候 一个重要的原则 所以明辨诚 存不存在 譬如同时要重视国民身份认同 但是对于内地有些 负面或者正面的分析 那又可不可以存在在课堂 可不可以这样 等一下 国民身份认同 不是等于 各样都不可以批评 是吧 我们 就是 有国民身份认同 只是要求 你是要重视 尊重中华民族 事实上很多时候 在这些事件里面 你那个改革的动力 或者你不断求进的动力 就是你看到他们的地方 做得不好 那我们怎么会 做得不好的地方 就蓋着去 总之你样东西认同 就行了 不是这样的 大家好 又是明哥 明哥想讲讲教育 昨天之前那几天特首 有讲过施政报告 他想 现在想改变通识科 改变通识科 不过我也觉得 因为近几年 没有了中国历史 这一科 不是必修科 之后 转了为通识科 变成现在很多普遍 香港人的年轻人的思想 他们只是认自己是香港人 是在香港这个独立的地方 搞这个本土文化 本土政治 我最近都留意黄台阳 梁天琦 那些 为什么他们当年 以本土这个牌头出来 这么多人支持他们 真的有几十万人 就算梁天琦去选举的时候 都是六万多票去支持 他的声势壮大都很快 还有很多年轻人 尤其是年轻一班 他们纯尚于本土主义 喜欢香港本土的文化 排斥 排斥国内下来的新移民 或者是大陆下来的 有钱人 没有钱人都好 他们不喜欢香港这个地方 他们不会觉得外国来的 金头发 外国人很熟悉 那些人没问题 但是他觉得每天 85个单程证下来香港 很多新移民下来 就会影响他们的本土文化 但是他们不知道 黄台仰和梁天琦 他都是一岁几岁就在大陆 就是靠这个政策 就是香港人 就是存了大陆人 而生了个内地 内地人就是生了个小朋友 又成为香港人 他们都是得到这个优惠 而成为香港人 但是呢 这几年就是因为通识科这件事 令到他们的本土意识继续增强 我现在出去很多都是 他们很不喜欢我们这些 认同我们是中国人身份的香港人 所以现在香港呢 变成一个文化就是 很多大部分的年轻人 只是认自己是香港人 就不认中国人 又很仇视中国文化 好像蓝丝与狗的李文浩的议员那样 他说中国人在全世界是过街老鼠 人人哭打 就是他这些人 在香港很多的 很多这些人有这样的思维 所以教育出了很严重的问题 尤其是有个通识科 通识科很多他们的过题 都是老师可以自己 学校里面去自己去编选的 很多的题目 就是很容易是关于政治的 一些政治化的议题 又令到年轻人 读书已经从事去政治这个方向了 所以我觉得特首 现在可以真的出一出手 就是取一取替通识科 不要让他的自由度去得太阔太远 也都在中国历史 承认我们是中国香港人 在香港这个地方 有一个历史的背景 承认我们香港人都是中国人 这个教育的方向很重要 我相信中国国家管治之下 都很需要承认我们 是承认中国人身份的认同性 所以未来希望我们 有班有志之士 都会一起来不停去推这件事情 就是一个中国香港人身份的认同性 还有未来就多些年轻人 或者有志之士 就去回大湾区 就是不要直限局限于香港 因为刚刚新出了一个报告都说了 全世界城市的排名 本来香港是首五位的 一直都是 但是现在就被北京超越了香港 你不要常常以为内地的文化 始终都不及香港 现在那个报告是哪里调查出来的 是美国调查出来的 是美国有一个报告 就他平衡 平衡 平衡了之后 香港都不及北京这个城市 这么进步 这么创新 这么稳定 所以 你们这些自以为是的香港人 麻烦你醒一醒 嗯 请大家继续 支持 赞助 Man哥频道 让Man哥继续 新入苦悦 为大家揭示 最真的真相 多谢